变糖有湿 变肝有火 变黏有热 你留意过自己的大便吗 中医认为大便的性状往往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身体 正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比如体内有湿 大便可能会变稀 体内有热 大便可能会变黏 而肝火旺盛 大便可能会变干 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三种情况 首先 变稀是有湿 大便糖稀有时候像排水一样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脾气虚的原因 当脾气虚弱的时候 往往韵化和收射的功能容易出现问题 这个时候除了大便糖稀不成型 同时还可能伴有胃口不好 什么都不想吃 并且头晕头痛 经常想要睡觉等症状 像这种情况就要以健脾去湿 止泻为主 第二 便年有热 这里的热常常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脾胃有热 往往会导致吃进去的食物不能被充分的转化和吸收 再加上肋韵化热往往会出现大便粘腻的情况 室外可能还伴有口中发肝 发苦 腐脏等等 像这种情况就要以健脾清热为主 第二种情况是肝胆湿热 肝胆湿热会使我们的湿热之气下注到大肠 当肠内的糟粕与湿热之气混杂 就容易导致大便变的粘腻 除此之外还会伴有舌胎黄腻 口苦 心烦等症状 针对这种情况就要以清肝胆 立湿热为主 最后来说一说变肝 有肝火 变肝的患者往往认为多喝点水可能会缓解 这种想法比较片面 如果你经常大便干燥 不易排出 同时还伴有脾气暴躁 容易发火 时不时可能会头晕耳鸣 这种可能就是你肝火旺盛引起的 条理上就要清洗肝火为主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中医用药需要辨证 如果你的身体有大便的问题 建议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临证加解